以太層留有多个发达文明吗?宇宙中的银河联盟竟然是这样被打垮的? 十万年前、七万年前,星球大战真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福尧,欢迎会一起探索未解之谜 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失落的地球真相》这本书 书的作者叫拉杜·西纳玛尔 曾经在罗马尼亚军方供职,跟美国的军人一起合作调查超自然事件 他还因缘际会的被地心之城阿佩洛斯选中 当起了他们在地表世界的代言人 听拉杜的介绍,大约十万年前,人类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 那个时候,地球上存在着许多外星文明 这些文明之间发生了毁灭性的冲突 各类先进的武器和高端技术在大气层和宇宙空间中激烈的比拼 当时,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红色 巨大的爆炸此起彼伏,大片大片的区域被移为平地 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来自于蜥蜴人挑起的事端 拉杜说,这些具有爬行动物特征的生物,是宇宙中的一种很邪恶的种族 蜥蜴人的寿命很长,为了生存和发展 他们一直在寻求一块更好的土地,来养他们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家族 不过呢,一般的文明啊,都是通过扶持当地文明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殖民地来进行扩张的 而蜥蜴人呢,是有着一种更所谓聪明的做法 他们呢,是渗透别的高级文明 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已经发展出了高级文明 但是恰恰不如他们的先进的星球,或者是恒星系统 这样的做法倒是非常务实,基础呢,别人都打好了 一个现成的,拿过来改造一下就行了 而且蜥蜴人还非常有耐心 他们从不搞表面上的破坏和抢劫 他们的征服手段是挖墙脚 搞阴谋和腐败,擅长用颠覆行动来进行渗透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野蛮的侵略者 他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基因层面上做手脚 以杂交的方式,将自己种族的DNA渗透到那个文明当中 然后再想办法把那些杂交生命推送到重要的位置上 年复一年,带有爬虫类印记的生命 就像细菌一样野蛮的生长 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有了能影响决策的能力 那么他们也就会兵不屑任的来完全操控那个文明 而通过操纵一个文明 他们也会在这个文明所属的这个宇宙联盟当中 有了话语权,可以压制其余的人口 从而征服整个星球或者是星系 拉杜说,这是蜥蜴人在银河系中传播他们邪恶影响的一种 非常具有颠覆性,但是又很有效的方式 而这也是他们在地球上的行为方式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介绍过小灰人 克隆人体以及地球人杂交生产混血的外星人 这些和拉杜所描述的蜥蜴人的做法是很相似的 看来啊,外星人基于人体似乎不是坊间传说 只能说我们的身体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珍贵吧 好了,让我们回到十万年前 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被外星文明划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特定的人口和文明 这些区域由一个或者是多个外星文明支持着 保护着和帮助着 他们就组织起了一个联盟 就叫做银河联盟 还挺时尚的名字呢 那么呢,他们会通过对于一些联盟成员的渗透 蜥蜴人也在人类当中培养了他们的代理人 而他们那一种负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啊 就因此传播到了大量的生命中 在这方面最大的表现就是信念被误导了 而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隔阂和分歧 时至今日搞渗透这种爬虫类的独有的本领 也以某种形式被继承下来了 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 共产主义 拉杜在书中举例说呢 在罗马尼亚 即使在共产主义倒台30年之后 典型的共产主义思想 还是经常能够在民众中引起共鸣 因为在很多年的统治当中 那些负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啊 已经是深深地渗透到了每个民众的意识里了 而当年 守望高明的蜥蜴人 随着屡屡得逞的腐败和渗透的手段吧 他们就完全控制了银河联盟当中的一些文明 之后呢 就开始眼巴巴的盯着地球和太阳系中的一些领土了 而从这开始 那些受到了威胁的外星文明 就开始强行划定势力范围 就是想要保护自己的领土 这样一来呢 冲突就爆发了 在大战之后 联盟就解体了 不过很多年之后 新的联盟又形成了 这一次由天狼星人牵头 联合卯秀星人 大脚星人 和其他的几十个文明 又重新组建起了新的银河联盟 而这个是一个互相帮助的联盟 其中呢 发达的文明 比如说天狼星人 会看护那些小弟弟们 以防他们被西异文明再次捕获 而在另一边 西异人也和他们控制的一些文明 也组建起了一个联盟 一起组团扩张领土了 在这之外呢 还有一些中立的文明 不希望成为任何宇宙联盟中的一部分 他们被称为观察者 长期是处于主权沉默的状态 而这个三分天下的局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到了地球人类当中 我们不知道共产主义 是不是蜥蜴人的杰作 不过今天的两大阵营 七个中立国的世界格局 跟拉度比下十万年前的世界格局 还真是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呢 好了 聊完外星文明 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几个上古文明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 曾经介绍过神秘消失的亚特兰蒂斯 拉度说 亚特兰蒂斯大陆确实存在过 也确实是在一万多年前沉到了海里 不过呢 在亚特兰蒂斯之前 地球上还有着更古老的高级文明呢 大约在公元前七万年 现在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所在的区域 就发展出了塔尔苏斯文明 这是一个半神文明 塔尔苏斯人比现今的人类更苗条 更有活力 也更和谐相处 他们的振动频率也比较高 这些高频率的人呢 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到 地心世界所在的以太层 那时的欧洲中北部 其实是布满了通向以太层的 很多的时空门户 有的呀 就直接通向了传说中的香巴拉 还有地心世界中的天堂之城 那是一个以平衡与和谐 为基石的文明 塔尔苏斯人通过这些门户 在两个世界中自由的穿梭 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通过一些神圣的通道 去香巴拉朝拜 这样的时光经过了两万年 然而 人心又开始败坏了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 就开始犯老毛病了 都嚷嚷着喊 别人的领土是他们的 不同的信仰之间也发生了摩擦 谁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好的 各个地区因此还小冲突不断 最后啊 就演变成了一场大的战争 拉杜说 关于这次战争 他用心灵感应看到啊 这比十万年前那场外星文明发动的战争 还要可怕 人呢 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凶猛程度 疯狂的厮杀 数百万人在战争中被屠杀了 塔尔苏斯文明因此消亡 许多跟以太曾连接的时空门户 也就此断裂了 幸存的人们开始往北迁移 后来又发展出了海伯利亚文明 虽然呢 目前还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 表明说海伯利亚文明存在过 不过拉杜比下的海伯利亚 是真实而又热闹的 那时候呢 似乎产生了一种基因的大爆发 几乎人类所有的人种都在这出现了 白人 黑人 黄种人 还有其他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人种 不过呢 吸取了上一个文明的教训 海伯利亚人没有按照种族立国 而是建立起了一个 政教合一的政权 这个文明一直存在到了 公元前14000年左右 之后 有一部分人去了更往北的地方 还有一部分人东迁亚洲 大部分人则是南迁 而其中的一只 在土耳其的地中海岸边 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城市 这就是传说中的特洛伊 根据拉杜的导师凯撒的说法 他们之所以在那里选址 是因为那里有一个 能够进入以太层的时空门户 那个时候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 跨越空间的门户 就变得非常稀有了 人类跟以太层中的高级生命 之间的交流 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特洛伊 是欧洲最后一个 能与地心世界 特别是天堂之城 香巴拉还能保持紧密联系的城市 而当年在特洛伊之战中 希腊人想夺走的 其实不是美女海伦 而是这个时空门户 在战争中落败之后 特洛伊连同那个时空门户 就一起在地表世界中消失了 推到了以太层去了 现在考古学家们找到了 一小块与之相关联的区域 但是那并不是当年 那个门户之城 特洛伊了 而在不远处的埃及 尼罗河的入海处 也有着另外一个古老的文明 这里大约起源于三万年前 不过因为在亚特兰蒂斯 陷落的时候 这里受到了波及 就也沉到了水底 那是一个巨大的联邦型城市 名字叫做赫拉纳斯 城市的标志是从尼罗河入口 到地中海的两只巨大的狮子 那里的居民都很高 大约有三到四米 城市里有宏伟的建筑 大量镀金的 甚至用黄金铸造的雕像 屋顶 柱子 或是喷水池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而城市的中央广场 还有一座非常高的坊间碑 碑的顶峰有一个同样是金色的球体 直径大约有五米 像太阳一样 散发着光芒 特别是到了晚上 光芒穿透了数十里的黑夜 这景象也让拉肚心生赞叹 那么说到埃及也顺便来讲一下金字塔 虽然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 金字塔是给法老们放棺木用的 不过这三大金字塔跟猎狐星座三颗恒星之间 精准的对应关系 现在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了 都表明金字塔的建造 很可能跟遥远的恒星是有关的 拉肚认为金字塔其实是个巨大的共振器 是用来接受从遥远星系 发出来的能量和信息的 类似于现在遍地都是的手机基站吧 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金字塔的各项尺寸 跟宇宙星体的很多参数都能够对应得上 而且数字精确到几乎完美 事实上拉肚说 塔中的任何一块石头 任何一个房间或走廊 任何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细节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装的 以确保每座金字塔 都能跟它所对应的恒星频率保持一致 从而能够发声共振 传递能量和信息 然而这样宏大的建筑 这么精细的活 三四千年前的古代埃及人 怕是很难做得到了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些宇宙能量的接收器呢 大家有什么高见呢 好了 《失落的地球真相》这本书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这个系列前面还有两期 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内容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们的IG 为解之谜 我是福瑶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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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